香港是現在中國整個經濟分工優化的一環節 如果中國是用經濟的理性去想事 或者用市場去想事 他們要優化的時候 他們是一定會有些東西要分到給香港 因為香港本身四大資產行業還是有些優勢 而我們香港人只要努力是拿到一些東西 這句老話中國好 香港都會好 或者世界經濟好 香港都會好 我認為還是成立的 我認為只有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香港真的可能經濟好不行 中國用政治手段經濟制裁香港 但是我不相信北京政府是會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它做這個動作 它是損害到香港利益也損害到中國利益 它會損害到內地在香港的利益 它會打擊了香港的建制派 它會衝擊了一國兩制 所以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這樣做 我看看 你會不會做到這個動作 我會不會做到這個動作 我會不會做到這個動作 是有很多動作 我會不會做到這個動作 非常有趣的動作